哈嘍 今天你好嗎 我是佐藤 最近這幾天打開新聞看到海軍艦隊疫情大爆發 我媽在看完新聞之後默默的拿起酒精 四處噴散 她非常的緊張 大家跟我一起深呼吸 酒氣 放輕鬆 其實沒有這麼的緊張 還有最近大家都在問我 到底要怎麼樣消毒 還有這些病毒的存活時間 到底有多久呢 不用擔心 這一集我會通通來告訴大家 首先先跟大家聊聊 大家最關心的 病毒的存活時間到底有多久呢 今年3月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 根據不同的材質 病毒的存活時間有所不同 最短可以3個小時 最長可以2到3天喔 那到底什麼樣的材質 可以讓他活了這麼久呢 讓我根據不同材質來幫大家分為三大類 首先第一種叫做氣旋交體 什麼是氣旋交體 聽不懂啦 所謂的氣旋交體指的就是 雲啊 霧啊 灰塵等等的 第二種是銅的表面 第三種呢 它是存活在 塑膠或者是不鏽鋼的表面 那大家覺得 在哪一種材質裡面 它可以活最久呢 再來是銅的表面 它的存活時間大概是4個小時 最後是氣旋交體 它的存活時間大概是在3個小時左右 啊 光聽就覺得好累喔 那我該怎麼辦呢 那我乾脆把所有東西 都用保鮮膜包起來好了 這樣最省事了 錯 你大錯特錯 剛剛我在講 你都沒在聽啊 我剛剛不是告訴你 塑膠材質它的存活時間可以多長呢 是2到3天耶 所以別鬧了 那該怎麼消毒最有用呢 很多人都在問我乙醇 不過你在問我乙醇之前 你有看過包裝上面顯示的 乙醇濃度到底有多少呢 因為 這個會跟它的消毒時間有關 快把你手邊的乙醇拿出來看看吧 如果你手邊的乙醇 它的濃度是70%的話 那你消毒之後呢 至少需要等待一分鐘 如果你有點懶 又有點累 不想要等這麼久的話 或者是你沒有耐心等待的話呢 那你可以購買濃度78%的 它的消毒時間呢 大概只需要等待30秒左右 但是 愛注意喔 如果你手邊的乙醇濃度 低於70% 那它對於新冠病毒的殺菌力 是沒有的喔 千萬不要搞錯了 那像我就不想要去買一些 很難買得到的清潔劑 所以下一個介紹你家裡 一定會有的 它叫做 漂白水 也叫 赤綠酸鈉 那在開始之前呢 快把家裡的漂白水 拿出來看看 它的濃度到底是多少呢 這個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說了三遍 你應該懂 到底有多重要了吧 它會影響到 它需要的消毒時間 一般來說 市面上所販售的漂白水 它的濃度呢 大概去5.25%到6.15%之間 哇 太棒了 我雖然沒有把以前所學的忘記 太好了 還沒還給老師 不過啊 有時候在瓶身上面 就是找不到濃度啊 這個時候 你就依照包裝上面的說明 來做西絲就可以了 至於西絲漂白水 完整的介紹 上次我已經介紹過了 請點上方這裡 裡面會有完整詳細的說明喔 今天的介紹重點呢 會放在兩個地方 也是最近大家可能比較需要的 第一個呢 是居家的清潔消毒 所需要的濃度 另外一個呢 就是沾到儀式個案的排泄物 或者是嘔吐物等等呢 它的消毒濃度呢 到底該怎麼做呢 在開始介紹之前呢 先讓我告訴你 漂白水的一個壞習慣 漂白水這個物質 它對人類呢 並不友善 它會刺激你的黏膜 皮膚 還有你的呼吸道 所以你在稀釋 或者是消毒的時候呢 記得 口罩 手套 戴起來 還有啊 那記得在使用的時候要記得 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 那就先來介紹 一般的居家清潔消毒的話 它的濃度到底要怎麼做 首先呢 你可以先倒出10CC的漂白水 再加入1公升的冷水來做稀釋 然後啊 當你在擦完物體的表面之後 這裡很關鍵喔 你必須要等5分鐘 它的殺劇效果才完成喔 那如果你不小心沾到 嘔吐物或排泄物的時候 不用緊張 表白水倒出20CC來 再加入1公升的冷水來做稀釋 那當你擦拭完之後呢 等待時間 是多久呢 這個時候短一點 它只需要1分鐘就可以了 那剛剛分享的是 適用於擦拭在物體表面上面 那如果有沾到 嘔吐物或者是排泄物的 衣物或布料的話呢 那該怎麼清潔呢 一種是需要準備熱水 那要多熱呢 乾脆拿要泡麵的熱水來泡好了 嗯不行喔 太燙了 大概是需要90度的熱水 再加入洗衣劑來清洗就可以了 那如果在當下 不方便用熱水來清洗的話呢 你可以使用漂白水 或者是含次濾酸鈉的洗衣劑呢 來做清洗 記得一定要用冷水來稀釋 因為漂白水的一項特性 當它遇到熱水的時候呢 它可是會釋出有毒的致癌物質喔 接下來我們來水糖測驗一下 把水糖測驗值拿出來 請問哪一種材質 它的病毒的存活時間最短 答案是 不跟你說 請把影片拉到前面去看 裡面會有答案喔 還有啊 在使用這些消毒液之前啊 評審上面的產品資訊 一定要看清楚 因為啊 你花了錢裡面啊 有一部分是在付這些包裝 你不看也要付錢喔 所以不看白不看 對這支影片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